最近伊朗在国际上冒炮的频率有点高 除了原额伊朗小摩托 以及自家的军工厂被炸 还宣布要出五代机F313的无人机版本 只是伊朗的F313在2013年就开始研制了 到现在也没首飞 火力军怀疑伊朗这是在吹牛 但偏偏伊朗无人机的实力还不错 凭借着山寨以色列以及美国的无人机 硬是组建成一支无人机师 所以F313无人战机到底能不能成就不好说了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F313隐身无人机版本 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实力到底如何 最近伊朗国防部公布了将F313改进为无人战机的计划 并表示自家的F313在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 言外之意就是将其改成一个无人战机版本 轻轻松松 只是伊朗要研制五代机的消息早就放出来了 2013年伊朗就对外公开正在研制F313隐身战机 战机命名为征服者 并声称具有先进的机载电子系统 具有隐身能力 结果呢现在还没有首飞 火力军一直都怀疑F313的真实性 毕竟伊朗当时研制F313的时候 实力远不如现在研制KF-21的韩国 而KF-21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无法使用内部弹舱 更别说一个连自研战机都没有的伊朗 不管怎么说 韩国走到现在算是有模有样 而伊朗则是完全没有设计战机的能力 虽然伊朗战机的来源不少 美国 苏联 俄罗斯都有 但这些战机的年龄都大了 参考意义不大 伊朗目前唯一成功的战机研制项目 还是将单锤尾的F5改成了双锤尾 也就是所谓闪电战斗机 山寨战机军舰这种大物件 伊朗还不行 只是俄乌战争开始后 伊朗的无人机就出名了 现在伊朗的无人机不仅数量多 各种型号应有尽有 战力也能不错 毫不夸张的说 比俄罗斯厉害 而将F313改成隐身无人战斗机 在制造水平上来说难度不大 其本身就是一种体型不太大的验证机 整体的外形设计还有点像F117 将它的机动布局和隐身外形进行修改之后 完全可以变成一种体型比较大的隐身无人战斗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伊朗这也是放弃了研发五代机 就F313的发展历史来看 伊朗并没有实力将这种战斗机真正放大完善 并且变成量产服役的战斗机 将其改造成隐身无人机 好听的说法是找到了好出路 难听的说法就是将验证机变成一款能用的无人机而已 所以凭借伊朗在无人机方面的制造技术以及F313的研制经验 伊朗造一架F313无人机不难 问题是性能会不会和伊朗自己想的那样 毕竟伊朗武器的最大特点就是山寨 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技术水平以及美国制裁 山寨出来的武器性能并不像原版那么强 伊朗无人机的种类挺多的 虽说伊朗一直表示这些都是自主研发的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山寨出来的 比如山寨MQ-9死神 研制出了国产卡曼22 在RQ-170的基础上 研制出了各种型号的飞翼布局无人机 比如凤凰 见证者181 还有去年袭击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的 雷电隐身无人机 不过长得像不意味着性能一样 在无人机研发方面 伊朗的特点很明显 比如因为没钱 大量嫁接民用技术 减低研发难度和生产成本 绝大多数伊朗军用无人机 机身材料都是普通的航空铝合金 少数非金属材料 也是玻璃缸 甚至成本更低的高强度塑料 无人机的部分舵机 电池及处理机部件 跟常规的民用大比例航模级别产品 没什么区别 在其他方面也是能用就行 比如在无人机的远程控制方面 伊朗只能通过购买国际商用卫星通信 转发服务来实现 这种民转军类的应用 在性能上一般能凑合着用 唯一的优点就是降低了研发 生产使用的成本 地面控制站的载具也很有特色 普通的商用车货车都是备选项 比如基于见证者171研制而成的见证者191 尺寸明显缩小 起飞时用的就是简陋的皮卡驻飞法 顾名思义 借助皮卡起飞 先将无人机固定在皮卡货乡的起落支撑架上 当皮卡加速到一定速度后 放飞无人机 降落时 则采用机身内部的小型折叠滑锹实现硬着陆 操控系统设置上 放弃主流的台式起降引导装备 继续使用手持遥控器 目视操作控制起降这种航模操纵方式 外挂物管理用的是简陋的一下挂弹架和转接梁 武器的火控数据线基本上都是简单的扎带固定 火力军对其的评价只有两个字 简陋 省钱才是王道 不要质量 拿数量压死敌人 典型的苏联大炮主义 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伊朗被污染了 当然 伊朗也没办法打造以一打吃的无人机 没钱 技术也不够 从这点判断 F313无人机 无非就是一种飞行速度更快 隐身能力稍好 体型也较大的攻击型无人机 而且能不能也是两说 想要让这种战斗机进行空战 或者高级别的作战任务 还是比较难的 如果作为中程辽机 伊朗又缺乏先进的国产战斗机 只能配给苏35S 战斗力也一般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火力军说 伊朗一只山寨 技术水平不行 但山寨的多了 实力也就上来了 在一只山寨一只强的思路下 伊朗军工部门打造出了十几款 具备实战能力的军用无人机 虽然性能不是很先进 赶不上国际潮流 但综合作战能力还不错 伊朗无人机最近的露脸次数不少 还凭借着山寨来的无人机 成立了无人机师 装备有提湖垂直起降无人机 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 燕子4中型查打一体无人机等 伊朗陆军还打算采购 1000架见证者129 未来三年内采购至少50架 雷电隐身无人攻击机 与见证者129查打一体无人机一起 成为十年内伊朗高端无人机编队的骨干 总的来说 伊朗无人机用异军突起来形容 非常贴切 两一战争结束后 伊朗遭到制裁 不仅研发能力受限 也很难从国际市场采购武器装备 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研制门槛相对较低的无人机 以国防工业组织和航空工业组织作为老大 扶持国内的无人机制造企业 保证配套设计 生产无人机的能力 并且还学习军民两用技术 当然 地理位置也给伊朗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比如从多方获取外国无人机实体的相关资料 比如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损失的MQE捕食者 以及以色列哈比反辐射无人机残骸 什么都别说了 直接山寨 从2004年起 伊朗先后接触到了美国MQE捕食者 以色列哈比 英国赫尔莫斯450型等多款无人机 在2011年 甚至俘获了一架RQ-170隐身侦察无人机 并在2018年俘获了MQ-9死身无人机 2019年 伊朗还击落了一架MQ-4全球英无人侦察机 不管能不能达到原来的性能 先山寨再讲 所以 关于无人机的研制 尽管伊朗一直表示我们是自主研发 但火力军认为就是山寨 没有反驳的余地 其无人机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构型上 跟美以被捕获的无人机都非常像 其次 中东地区形势复杂 客观上 给伊朗无人机提供了很多考场 使其无人机可以在实战中升级换代 所以 火力军说 伊朗无人机的战力还不错 以见证者129无人机为例 2012年 该无人机原型机还存在发动机 导航系统 5G系统不完善的问题 2015年 该进行仪采用了与MQ-9系列无人机相似的水滴状机头 战技术性能明显提高 2016年 见证者129已经具备较强的对地攻击能力 在叙利亚战场上 首次采用反坦克导弹对地面目标发动了袭击 而且山寨的数量多之后 无人机还能成体系 去年5月 伊朗军方对外公开了新建成的地下无人机基地 基地里存放了上百架大中小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包括燕子5 迁徙者6 堕落天使 卡曼22系列等 重点不仅是无人机数量多 伊朗还有意组团使用 2020年的一次演习中 伊朗投入了50多架无人机与其他型号战机协同作战 在低空密集编队隐蔽突防 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把镖 去年8月 伊朗举行为期两天的大规模无人机演习 约150架新型无人机参演 演习范围覆盖伊朗境内多地 已经可以说 伊朗军用无人机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运用也基本上趋于体系化 当然 迪康近年来进入波斯湾的美军航母 也迫使伊朗重视无人机的研制与使用 2019年 伊朗无人机在美航母附近飞行了约一小时收集信息 2020年 伊朗无人机再次突破美航母战斗群的空中防御圈 近距离展开拍摄 用无人机应对美军水面力量的施压 已经成为了伊朗军方的首要选项 虽然对抗航母的作用不大 但好歹能增加一点底气 在2022年7月 伊朗海军还宣布 成立了全球首支师级无人机作战单位 在海军演习中 伊朗无人机集群基本上都是与小型有人艇和无人艇配合作战 前者主要承担海军情报获取攻击等任务 比如去年8月的演习 伊朗海军德尔瓦号辅助舰 拉文岛号登陆舰 都被临时改成了无人机母舰 并从海上放飞了阿巴比尔2无人侦察机和阿拉什自杀无人机 甚至伊朗海军击落级潜艇塔雷克号 也具备了发射无人机的能力 目前伊朗海军还打算把沙西德马赫达为号 以及沙西德巴盖里号两艘集装箱船 改装成能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母舰 以增强伊朗海军的整体实力 所以总的来说 伊朗无人机实力还不错 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 热度更是上涨不少 土耳其的TBR无人机借助俄乌战争 已经赢得了28国超过400架的订单 因为伊朗小摩托 一些国家也开始对伊朗无人机感兴趣 按照伊朗情报部的说法 由于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对称优势 目前已经有约90个国家 表达了购买伊朗无人机的想法 比如爱塞俄比亚以下单购买其幻影6无人机 同时伊朗还自信地表示 该国在各种无人机的生产方面 已经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水平 90个国家有点过于夸张了 但伊朗无人机实力突飞猛进是事实 不过火力军要再说一句 光靠山寨是没有前途的 伊朗无人机的发展前景有限 没钱没技术是硬伤 无人机之后肯定是大国的专属武器 没有足够的工业和经济实力 是不可能造出先进无人机的 毕竟无人机不是简简单单的给航母按上炸药 廉价无人机虽然有用武之地 但先进的无人机 除了代表了最高级别的科技和工业制造水平之外 更是一种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新式武器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伊朗的无人机实力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您的请大家认识